美國進一步對緬甸軍政府實施制裁 緬甸國防部、內政部和兩間軍方企業 MEZ和MEHL被列入黑名單 同時對緬甸實施軍用物品出口限制 供應商出口指定物品到當地 雖先取得華府許可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就說 緬甸自上個月初發生政變以來 已造成最少54人死亡 而單是星期三的血腥鎮壓就有38人死亡 相信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更多 巴切萊特形容 緬甸安全部隊用實彈對付示威者的做法極為可惡 亦很震驚有吉救員和救護車遭到槍擊 要求軍方停止殺害和關押示威者 聯合國緬甸問題特使白格納表示 任何國家都不應該承認緬甸軍政府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就指 緬甸軍方沒有表現出對法治的尊重 亦沒有追求對話和避免暴力 反而加強對人民施以暴力 形容無法接受